马来人尊严大会余波荡漾 部分人更是斥责首相敦马哈迪出席了这项集会 尤为多元种族的精神 敦马捍卫尊严大会认为整体的内容是平衡的 还反问其他族群 也举办指线自己族裔的集会 为什么马来人办集会就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呢 敦马今天在设美撰文 捍卫这个月初备受争议的马来人尊严大会 以及他出席集会的立场 敦马直接了当地说自己是巫义 所以出席尊严大会 他认为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一些族群已经在这片土地生活三代人 还有公民权 但是依然维持自己的祖籍国认同感 因为他们不愿意失去种族身份认同 这些社群会通过语言 文化 学校和族群组织展示种族连接 并经常举办仅限自己族群的集会 他有时候也会受邀出席开幕和发表主旨演说 敦马举例 一些欧洲国家殖民地独立之后 很多人歧视非土著 暴力袭击他们 导致一些人被迫离开 但是我国没有这种现象 而且还有100万名非土著 即使不够资格 依然获得公民权 他表示 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 种族身份是合法的 反观其他多元种族国家 非土著几乎把自己融入为土著 切断和祖籍国的联系 甚至改名换姓 但是我国土著包容并且愿意接受 认为仅限特定族群的集会是正常的 因此当有人劝敦马不要出席 马来人尊严大会时 他非常意外 他认为巫义的确担心会失去尊严 虽然在大会上有极端的言论 但是整体的内容还是平衡的 敦马无法认同 为何其他族群可以举办 仅限自己族裔的集会 而巫义举办集会 就被标签为种族主义 如今甚至有人要求 开除大会发起人 一想到土著在自己的国家 无法在不被标签为 种族主义的情况下 举办自己的集会 敦马深感痛心 而他也相信 如今写下这篇文章 也会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 就会把这篇文章放在那里 一会儿的帽子 就会把这篇文章放在那里 就会参与好多的帽子 这篇文章放在底下